在佛教里面,神就变成释迦牟尼 在基督教就变成摩西耶稣 在伊斯兰教就变成穆罕默德 一个人变化的 他们想想也有道理 我原先以为还有反对意见 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反对意见 大家都肯定 我说,那全世界宗教是一家人 这不要批评了 再批评就批评自己的神 自己的神的化身 这是跟宗教相接触 但是在佛教里头不讲是神 佛教讲法信 你看大乘教里头常讲 宇宙万物 生命从哪来的 唯心所现,唯师所变 这个地方讲的心是真心 真心就是本心 就是自信 信心是变 这是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 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 这我们讲华严经 现在逐渐逐渐的 气入这个境界了 一真法界 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 就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是法界 变成了无量无边法界 无量无边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的扭曲变形 无论怎么扭曲 无论它怎么样变化 并没有离开一真 真是古代的讲的比喻 一金做七 七七皆进 那个金的体绝对没有改变 只是扭曲了 就变成种种不同的器皿 这个社法界 无量法界的情形 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要理解 因此 凡身不二了 净会一辱 一真法界在哪里 就在面前 你为什么见不到呢 因为你有烦恼 你有习气 你有分别执着 如果你把分别执着放下 烦恼 习气放下 现前就是啊 所以你看禅宗 大扯大悟的人 悟后 他说了一句话 是很有道理 没有开悟的时候 踏破铁鞋 无密处 到处就参学 找不到啊 悟了之后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足有逢源 头头是到啊 所以 佛法里头啊 凡身 实际上 哪有什么凡身 就是迷雾 物了就叫身 迷了就叫凡 所以只有迷雾这个差别 没有凡身的高下 所以佛法才是真正平等啊 这个万法 因缘身 是讲舍法界里面 啊 舍法界里面 确实 这个因缘 就是起心动念 啊 就是分别执着 这个世界 说本无造物主 我们可以说 心性是造物主 啊 心性是变 对 性实是造物主 啊 这是 符合 其他宗教的说法 啊 佛教里头 没有讲造物主 也没有讲神 也没有讲上帝 啊 但是 神 上帝 有没有呢 有 那就是 不同维持的空间 嘛 在我们一般讲 就是不同的法界 嘛 啊 神有天神 啊 有欲界天 有色界天 有无色界天 啊 大凡天 是属于色界天 啊 色界天的天王 在佛法里面 确实 菩萨的应生 啊 应以大凡天王 而得度者 他就献大凡天王 而为说法 啊 所以你要是明白了 贯通了 没有矛盾 啊 才能是 云荣自在啊 啊 下面是 网路同修提问 哦 他有十个问题 当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 父母啊 是否至少能往生天道 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有这个可能 啊 世界发了 所以人通此心 心通此理 嗯 你的父母虽然 住在乡下了 受一些苦难 如果儿子做了皇帝了 你像你这个地方上官员 对他恭不恭敬 嗯 啊 就这么个道理 啊 人人都愿意去照顾 哎呦 你生了这么个好儿子 啊 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做佛了 哎呦 你的儿子到西方世界 做佛了 这一些龙天鬼神呢 都另言相看 啊 总是对你恭敬 所以这是 生 这个天道啊 是一个很正常的 很符合人情啊 这种想法啊 怎么想 一定是可以的啊 你看看地藏经 那婆罗门女 还没成佛了 还没往生西方了啊 不只是念佛的功夫得理 啊 那确确实实 我们在经上看呢 它是念到一心不乱啊 纵然不是理一心呢 也是四一心啊 念到四一心不乱 你看她的母亲就生逃离天了啊 所以我们要想超度自己家庆眷属 真用功 真修行啊 你自己功夫不到啊 没有法子 你的家庆眷属占不到光啊 真正成就了 就占光了 第二他说 累计父母 是不是师父啊 都能得利益 能 对利益多少不一样 啊 多少不一样 这就好像是 这一个人你去想嘛 啊 你的祖父母 你的真祖父母 当然越远 对利益就越淡一点 啊 越近的时候 这个利益就越大 啊 第三呢 阿弥陀佛的累计父母啊 师父都已经永突轮回啊 这肯定的 这不要问了 是不是 这是肯定的 所以你要好好的修 修到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多生多劫 累计父母啊 统统都会脱离六道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请问犯太岁的人 师父一定要到庙里去安安太岁 或有其他方式 可以让家人在这一年保平安 这个事情 你相信因果 如果相信因果 众善因的善果 要不要去安安太岁了 我觉得在形式上 没有这个必要 我说佛 今年五十五年了 从来没有安过太岁 太岁都做了我的护法了 所以这个道理啊 要晓得 那么凡是犯太岁 这一年说 最好是断无修善 吉共雷德 那这个太岁真的保佑你 安安太岁就巴结巴结他了 靠不住